我說我跟他分開的時候 我跟他分開的時候 因為你跟我那麼多年 你跟我那麼多年 你什麼也沒得到 那這樣子 我把我僅有的全部給你 離開的時候 我只開了一部車 還有我一部琴 當我身材 你近身出戶啊 真的叫近身出戶 我現在老婆也告訴我 我對不起她 我得近身出戶 所以這幾年 做錄的節目 所有的節目裡面 演唱會 什麼東西都做得 成績都做得非常相當的好 所以說 後顧之佑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這個老婆太直了 真的取到的鞋內住 你長得超漂亮 好有性質啊 這是在拍劇照嗎 這個是目前是第三個 你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你這個婚結得非常早 三任太太 我們細數過去好不好 第一任你是幾歲的時候結婚 十九歲 十九歲啊 十九歲 十九歲 高中便 高中便 高中便已經完婚了 出現情人嘛 因為我們保守 怎麼會這麼早結婚 因為我們保守 事情做了要為對方負責任 就是這樣 做錯事 我們不會找一些方式來逃避 十九歲就鬧出人命來了 真的是鬧出人命來了 所以我還在負責任 但是因為就是年紀太輕了 對婚姻的看法 真的非常非常膚淺 後來細數想想了 我也是真是辜負了一個好女人 是我們辜負了人家 到進了社會以後 因為財米油鹽醬醋 我們要面對 就是小孩優雅 有了嘛 對 他那時候也很小吧 年紀很小 對啊 大小孩養小孩 對啊 小孩養小孩 對啊 所以我們 面對的就是工作 經濟的壓力 所以每天都要去 每天去賺錢 每天去賺錢 而且你每天談那麼多 把小潔他很害怕 後面都昏了一堆 那不只 中午十二點上班 發理事 十二點上班 談到凌晨四點 然後我們那個年代是這個樣子 因為一定要靠食宿才 我們才會有這個錢 所以 因為小孩子人家 嗷嗷待哺 我們不得不趕快 立刻要賺錢 像我女兒多會吃 怎麼吃得那麼胖 所以 我們面對經濟壓力 當然不光只是家庭的 對 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秀場的年代裡面 我們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對 那每天都有很多經驗的吸收 尤其這些 現在我們的主持界的這些大哥裡面 都在秀場裡面當紅 所以說我們必須跟著他 南征北討 所以說 在這個奮鬥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都已經忽略了家庭 都不知道 所以你是因為太忙了 真的太忙了 忙著賺錢 對 不是因為秀場的女生很多 那個風花雪月對我來說還好 因為我蠻懂得隱藏的 因為我蠻懂得隱藏的 就是說我們 算結智 工作下來以後 那個體力盡失 所以已經 我想說這個老婆很擔心 每天不放心 你在外面時間待那麼久 她還那麼年輕 需要你多多陪伴 久而久之 好像大家都變得好陌生 很陌生 對啊 我們出去一表演 那外面做秀就是 好久 一個禮拜 有時候到國外去 甚至要上一個月回來就 你們小孩都那麼大了 來開門 這是誰啊 對啊 鄰居小孩來你家玩 所以 難免忽略 真難免忽略 這個婚姻走多久 十年 也十年 29歲 很久 大概29到29 我小學三年級 那也算努力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對 真的我們大家都很忙 忙到沒時間離婚 只是就是 忙到沒時間離婚 這個床 這個牆 這個家 就是慢慢就覺得好像 對你又陌生 好像 好像 所以你太忽略這個家庭 對啊 真的 事我不對 事我不好 我認錯 所以你後來又第二次嘛 對不對 你又再婚了 第二次是隔多久 第一次隔了三年以後 又再去 又再去 那時候是定下來 覺得自己還是很忙 不是 一樣的問題 那個時候 前妻兩個小孩 這個沒有人幫忙 故事不行的 不過又分身乏術 真的 我一天到晚 拿個海報去一個學校 道歉也不是辦法 小孩子叛逆 小孩子叛逆 是我女兒叛逆 那個獅子座女兒叛逆 這裡還有獅子座的 對啊 因為 因為 就是這個叛逆洗禁 那常常學校會惹事 對 我們那個累得要是 早上七八點要起來 去學校跟人家道歉 你知道 就拍照 海報去 對不起 對 那時候我在錄龍兄谷地嘛 我說 那個四大天王來的時候 海報CD多了一堆的事 對 你打了誰 就 劉德華一起去 對 對不起 很高興 對不對 那第二天又惹事 你又打了誰 又打誰 黎明了可不可以 但是如果打到受傷有痕跡的 稍微有點痕跡 哎呀 有點瘀青 那要簽名西地一下 所以 再嚴重一點 歡迎你來看現場 對 這種日子這樣一直下去 這真的不是辦法 你想說 找個人來好好這個 調教一下 所以是想幫兒子 幫女兒找個媽 對啦 要不然他們兩個這樣子 因為工作一忙 也常看不到他們 你也沒辦法教他們 對 沒辦法教 我怕那個時候教育 正在學習的時候 教育他會把他們搞壞掉 其實我還蠻注重的兩個小孩的 我覺得功課好不好 那是個人努力 我覺得平德 平信 一定要顧好 還好當初有那個堅持 現在小孩都算都還OK了 所以你第二任就是在這個 鋼琴酒吧認識的嗎 也是在鋼琴酒吧認識的 然後呢 交往一段時間以後 對方就說 爸爸比較嚴肅 你要跟女兒交往 那以後就要結婚了 要不女兒也不要在外面這樣子 怕這個 話講出去不好聽嘛 就在 又莫名其妙又結了一次婚 真的莫名其妙結了一次婚 畢竟我第一次經驗了 第二次應該是結得很慎重啊 對啊 又變莫名其妙 他解決他的麻煩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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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兩個小孩子 教育問題真的很麻煩 馬上解決我的麻煩才是個問題 他後來發覺了 有一點 有一點不能妥協的就是 他不喜歡我做這一行 我只有這一行耶 我沒有別的跑道 我沒有辦法做油漆工 也不能當設計師 我也進不了紅海 對不對 他希望的是說 你早上九點出門 五點下班 六點我們可以吃飯 像上班族一樣 禮拜天 你放假我們可以去 出去玩看看電影 我們這行業常常跟人家黃牛耶 就是 禮拜天 這個禮拜天OK 我陪你看電影 可是到禮拜天 製作單位一到一到 不好意思要加朋 主持人要出國 你們主持人要常請假 我們也要配合 不好意思 下次補償你啊 下次補償 無數就下次 剛開始都可以忍受 那是工作 到久久之後 就抱了 獅子座的人 你太太的獅子座 前妻 所以說你們知道我多害怕獅子座 還有這個婚姻子 維持了幾年 我們就是和平收賞 大家 謝謝 多年來的 多年來的照顧 感謝你 對不起 有你 我真的生命過得很開心 哪怕是這樣收賞 到現在都很好 非常好 我覺得 外野文生為一個兒子 對 到現在都 他也把小孩都教得很好 對 一切都非常圓滿 他跟他過年 謝謝你 謝謝你 小孩跟他 小孩跟他 小孩跟他有助 不過聽說你為了這一次的婚姻 你付出滿多的 對啊對啊 因為我個人認為 我說的是那個 實際上付出很多 那當然是這樣 我說我跟他分開的時候 我跟他分開的時候 因為你跟我那麼多年 你跟我那麼多年 你什麼也沒得到 什麼也 那這樣子 我把我僅有的全部給你 離開的時候 我只開了一部車 還有我一部琴 你要有情有意 你近身出戶啊 對啊 真的叫近身出戶 我現在老婆也告訴我 我對不起她 我得近身出戶 近身出戶 那個在古代裡面 近身出戶 真的是裸體的 這就是皇上為了 讓你攜帶宮中的財物 就是讓你圍一個紙板 在重要的部分 而且還有遊街 還有小跑步 看身上裡面夾帶 一些什麼東西出來 這是叫近身出戶 可是我們看了 那個很多 為什麼離婚之後 關係可以很好 就是這樣 男生夠大方 就可以關係很好 對 現在在叫你裸身出戶 你幹嘛 近身出戶你幹嘛 我 我愛戶的那些 不能再近身 好不好 再近身 一旦近身 財物難看 全身都不好看 我其實我 對結婚其實 單身的問題 我倒是不會覺得失望 因為我的觀念是什麼 你人到最後的時候 人到老的時候 最後會幫你推輪你的那個人 還是你的另一半 不一定 對不對 不一定 有時候可能你幫他推 有時候可能你幫他推 有時候可能是你幫他推 對 那個是彼此 那個是彼此的問題 我覺得夫妻她說 付出她覺得她是彼此 那我也該容忍 她可能有些情緒 有些脾氣 什麼之類的 互相 但是在還好 這個都在 我們可以忍受的範圍之內 對 那你這兩次婚姻裡面 得到最大的一個心得 或教訓是什麼 因為其實剛剛聽起來 你第一段跟第二段 都跟你的工作有關 第一段是你太忙 第二段那個 更直接 不喜歡你的工作 我這些教訓就是說 過去的失敗兩段婚姻裡 我自己太自我 我總覺得 我認為我是在賺錢的人 對 你應該 Follow我 應該服從我 我是把錢賺回來給你的 所以你就不要說太多了 不要對不起她要求了 不要太要求了 後來我這個想法 這真的是錯的 因為夫妻 大家都知道 這要耕耘要耕耘 就是大家都得忍著 對方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用缺點都要忍 一定都是要忍 結果 我不能容忍對方的缺點 後來我就把這個個性 然後個性還會保留 我把個性這些東西保留在工作上面 我就發現這個就很好 就是說 在工作上面 我就不能容忍有豬隊友 對 在家庭裡面 可以有個豬老婆 沒有關係 所以慢慢地 在這兩個婚姻裡面 我得到教訓就是說 婚姻實在不能太自我 你還是要為對方想念什麼 對 而且你不要讓你老婆知道她的豬老婆 好不好 真的 我還想看看她 她今天 梅雨之間是不是有一些憂鬱 或有些什麼不高興 因為茶言攀色 對啊 就是偶爾還是要 真的是要 稱讚老婆一下 你是多久才領悟到這個道理 我 這個 結了這第三次婚姻 又兩次婚姻的經驗才有 第三次 對不容易 我們花很多時間想 女生想花很多時間教育男人 其實發現真的很難 你看看 要解了兩次 我到現在 而且年齡也夠大 她才有領悟 對啊 她剛剛講的那一番話我聽得很感動 但是是這個時間才講出來 我真的 這個老婆呢 她其實基本上 她 從眼睛睜開以後 就她不會 不會素顏 不會素顏 誰不會素顏 我現在的老婆 她姓宋嗎 真的是 她不素顏 她不素顏什麼意思 她就化妝 戴妝等她 永遠讓她看到 她自己最光鮮亮 你們已經婚多久了 20年 因為歷史深知 都沒有看過她素顏 當然睡覺是當然有 早上有 但是她都希望我 離開家門以後 她再自己慢慢 真的 離開這個裝扮 我跟你講 她就是 對不起 這樣形容應該很不禮貌 她最普通的裝扮 大概就像您這樣子 哈哈哈哈 還好阿比 還好阿比 對 再給我10分鐘好不好 我再saddle一下 對 我做這樣講 孔剛老師你這樣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就是 裝扮不行 我聽懂了 我的意思是說 她每天都一定要把自己 裝在很整齊 我們這個saddle很久的耶 她哪裡都不整齊 因為歷史上只有一個女人是這樣 她叫宋美玲 對啊 所以我才說她信不信宋 對啊 不過很多日本女生也是這樣 我一直心裡想說 對 我手機方方的照片 方方的照片 我竟然找不到她素顏的照片 哇 我竟然找不到她素顏的照片 我其實素顏 這邊沒有帶手機 我好想看 真的 我也是好想看 我想看一下平凡的照片 平凡的照片 saddle過的照片 對 我可以幫你評比一下 真的 你可以幫我評比一下 因為她很注重自己的外表 她很愛漂亮 愛漂亮是每個人的那個 但是她也注重自己的內涵 她話跟人家講話言之無物 所以呢她一個月要看七本書 哇 七本書 那個厚厚的書 我也是睡覺她還在看書 所以我這兩張專輯的歌詞都是 創作都是她寫的 她還幫你作詞 要 世嘉女大概 殘女 還有處理我的文書 譬如說我的自傳 我的給對方的資料 什麼內容 這個都要趕快去打字 上網去幫我們做一些紀錄的 哇 我覺得這講得非常讓我很touch 因為你看前面的女人都是要求她 配合她 可是這個女人是吸引她 自己接近她 對不對 因為她看書 然後讓她覺得有內涵 你跟她講話 對 那個言之有味 就是我們 就是言之有物 最重要還有一件事情 我沒有說的就是 她選擇跟我在一起 她不生 因為認為我有三個小孩了 她只要把我三個小孩帶得很好 她就覺得很ok了 所以三個小孩感情跟她好得不得了 很偉大的女人 就是她 小孩子有一些秘密 並不見得告訴我 但是一定會告訴她 因為她們即使叫小媽 即使叫阿姨又是 年齡又稍微稍微近 這種語言她們是mage的 像我講一些比較 一些溫馨比較感性的東西 像幾年前老爸媽走的時候 她每天就是 媽媽 弟弟 妹妹 她們自己工作也忙 唯一會到那個地方去 這個上飯啊 上什麼這樣子 啊我也忙 只有她一個 就默默默默默默在做 哎呦 其實趕快恭喜我 我可能要當外公啦 所以她每天都還可以去送吃的 送給我的女兒 把它送好的 把養好的 把養好的 所以我就沒有後顧之憂 所以我就可以很全力地 在我的工作上面 好好的怎麼樣去表現 所以這幾年 做錄的所有的節目裡面 演唱會什麼東西都做的 成績都做得非常相當的好 所以說 後顧之佑的情況之下 就是覺得這個老婆太直了 真的直了 真的娶到一個閒內住 而且長得超漂亮 好有氣質 這是在拍劇照嗎 是 好漂亮 好像年輕時候的馬芝晴 好漂亮 有像 年輕時候的馬芝晴好漂亮 氣質很好 就是馬芝晴這個最當紅的 有沒有別張 別張再看一下 這樣真的常常會說 你帶女兒出來 對 為什麼把女兒帶出來 對 真的不錯 她差你幾歲 差不多14歲而已 14歲 她說而已 常常在FB上面 她女兒好漂亮 那我給妳問 因為你們兩個好像是 隔六七年才結婚 對 交往 這麼好的女兒 你為什麼不趕快把她娶回家 我告訴你 她有個問題 其實 我們剛剛大家有聊到 就是婚姻 有人不喜歡婚姻的原因 就是說 沒差 我們沒差那張紙 對不對 我們在一起開心就好了嘛 但是我的行業不行 真的我的行業不行 因為我要帶領那麼多的團員 我要帶領那麼多的事情 對 在於婚姻這行業裡面 這個流言蜚語很多 然後我們要決定些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請她幫我們處理的時候 那旁邊的人就這樣 旁邊各位要注意到這一點 我才叫專家 人家幫我們處理 那她切了而已 她決定什麼事情 哦 畢未過疑 畢未過疑 那個名分嘛 她是切了而已 反正名字在座 又換人了 孔剛老師我們都了解啊 對不對 明天不知道換誰 對不對 所以啊 那個我們叫以市正平 就是說 好吧 反正在一起啊 就一張紙了 一張紙給你 告訴大家 她是我老婆 好不好 以後她做了決定 等於是我做了決定 其實大家會說尊重一下 我是為了這樣子才結婚 她 其實她更怕跟我結婚好不好 她對我才覺得沒把握 她說 我們曾經在一個節目裡面 一個訪問到她 就是說 像您同樣的問題 哎呀 孔剛老師已經離了好幾次婚 妳 難道 不怕嗎 不怕嗎 她回答一句話 對 她的確 我是她第三段婚約的老婆 但是我今天很幸運的是呢 她 孔剛老師已經被前面兩 她本來就是一塊石頭 被兩位姐姐呢 調教到 變成一個鑽石 現在放在我手裡 有什麼都好 怎麼好會講 最好 那女生就是得仁屯 你看每件事情都是講得這麼棒 對啊 就是盡量就是在公共場所 在媒體 在節目上 盡量去成就 去盡量去成就 難怪感情通常彼此成就 你也把這個名分 還有她的地位對不對 所有東西都是讓你老婆 尊榮你老婆 對 她剛剛上節目就說 你說 其實沒有關係的 你待會兒上節目 你說為了效果好 你消遣我也沒有關係 好 好帥 好玩 真的